最近調查2018年網路軟體業加薪幅度將近7% 比去年大增了2.47個百分點 挑副英國金融業的5.23% 以及倉儲運輸的4.5% 現在AI人工智慧啦 包括大數據啊 演算法的這些需求 我想各行各業都需要 理工科背景的這些學生 都是可以在4萬塊 像是租林業大喊12個月年中還要加薪 調查根發現40.2%的企業確定調薪 平均調幅達4.09% 高過去年的3.88% 以及前年的3.54% 創下三年新高 我今年有啊 應該算一算3到4成有 沒有 應該是對大公司會比較有成效吧 有沒有加薪 上班族兩樣勤 原來老闆想幫員工調薪 63.9%還是看績效 其中是調整的只有15.8% 但在一片好心情當中 專家也點名加薪 不如過去的行業 這是實化業 一個就是這個醫療服務業 今年可能滑入到10米以外 外界環境的狀況 人員供訴的狀況 比較不符預期的 護理人員大跳斗尖舞紓壓 但也有護理師在臉書PO出頒表 說包含自己 有多名護理師都要連上9天班 雖然有人還要連續上了3次 中間只間隔一天休假 大探有這樣的班表也是傻眼 臉上那麼多天的話 可能會影響到醫療品質 但仔細看著班表 雙方幾人的假期 卻有8天起跳 也讓網友憤憤不平說 是前幾排的人在排班嗎 也休太爽了 也有人算貴院是月薪20萬嗎 甚至有人建議快離職吧 為了自己好 也為了病人好 東三財經新聞 靈靈陳惟佑 台北報導